约生们正在上课突然外面一声巨响 他们下意识地往外跑 老师看到后也跟着跑了出去 这不是地震 而是孩子们听到了打雷的声音 他们拿着拨碗瓢盆来到操场 可怜巴巴地望着天空 然而却一滴雨水也没有落下 这是西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已经整整三年没有下雨了 常年的干旱让河道早已干涸 大地没有植被和树木的保护 满眼都是黄土高坡 张美丽是村里唯一的角士 因为角特别大村里人都叫他张大角 他的丈夫因为没有文化不懂法 盗窃铁路轨道上的铁钉34根 导致火车拖轨被判处死刑 这让张美丽深刻认识到知识的重要 他一个人拉着孩子教他读书写字 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够走出大山 可儿子在七岁时生病不幸夭折 他便开始教村里其他孩子读书认字 由于文化水平有限 他把千里迢迢读成千里昭昭 舔手指不卫生的翻书习惯 也被孩子们学得有模有样 直到这个女人的出现 他们的命运才有了转机 孩子们走了好几里的山路来迎接他 看到下雨风尘仆仆的样子 张美丽从水缸里抽出半盆水给他洗脸 可当看到水里的泥沙下雨迟疑了一下 他简单洗了下手就要去刀 等孩子们洗完脸再拿去喂鱼 这一幕让下雨十分震惊 他不知道水在这里这么珍贵 为了迎接下雨 孩子们坐在操场轮流给他表演节目 在这片贫穷的土地上 每个孩子都洋溢着天真的笑容 晚上张美丽看到下雨在试药 他担心地问道 可当他端起水却怎么也咽不下去 水里全是泥土的味道 张美丽看在眼里 隔天他就到镇上买茶叶 可当听到售货员说四块两毛钱的时候 他又装作没听到尴尬地走不出去 整个村子只有一口老井 每天水井旁都排着长长的打水队伍 张美丽告诉下雨作为村里唯一的老师 他想要打水不用排队的特决 这也是村里对孩子教育为数不多的支持 下雨疑惑为什么不多打几口井 可这里已经三年没有下过一滴 打出来井也是白费 虽然下雨提前对这里的环境有心理准备 但没想到会这么差 每天都是吃不完的洋狱 课堂上张美丽让孩子们用千里迢迢造句 逗得下雨哈哈大笑 他起身告诉孩子们这个自念条 千里迢迢 他还指出用嘴舔完手指翻书不卫生 孩子们都齐刷刷地望向张美丽 这让他感觉很干大 但更多的是欣慰 因为孩子们终于有了好老师 能够得到正确的教育 为了能够留住这个城里来的老师 天还没亮张美丽就到井边帮下雨洗衣服 早上下雨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 他四处寻找 最后发现衣服都被张美丽用水洗了 张美丽不知道这些进口的衣服不能水洗 这些衣服全部缩水变形不能穿了 我告诉你张美丽 击换我的东西不击换我的鱼石 你本事到底天也没有 看到下雨大发雷霆 张美丽向着做错事的孩子坐在屋顶一言不乏 没想到自己好心办了错事 他怕惹了下雨不高兴卷扶该走 这样孩子们就不能受到正确的教育 看着委屈而又小心翼翼的张美丽 下雨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行为有些过激 晚上做饭的时候 下雨拿来自己的衣服 他把衣服给张美丽穿上 还给他戴上了帽子和墨镜 本以为张美丽会开心可他却哭了 下雨被这个质朴的乡村教师感动了 他紧紧抱住张美丽真诚道歉 下雨开始教张美丽学英语 他学得十分认真 因为只有自己学会了 即便以后下雨走 他也能把正确的知识交给更多的孩子 张美丽还摸索出了独特记忆单词的方法 下雨说英语不是这么排列的 但是如果这样能让你记住单词也挺好的 虽然下雨极力想要适应这么 但杯子里的水实在是让他难以下咽 他又一次干熬起来 为了改善水的味道 张美丽趁天没亮就带着孩子们 他们沿着铁路步行来到镇上的火车站 车站里一个男人正在吃橘子 孩子们就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 男人把手里的橘子递给他们 孩子们却摇了摇头 可当橘子皮被男人扔在地上 孩子们突然一拥而上 男人以为孩子们是来抢他的行李 对着孩子们一顿大骂 赶来的张美丽急忙护住孩子 就在两人争吵的时候 其中一个孩子悄悄把男人的橘子拿走 他把包下来的橘子皮塞进衣服里 然后把果肉全部还了回去 晚上村里来了个陌生男人 正是白天车站里的眼镜男 原来他是下雨的老公 这次来就是要接下雨回家 丈夫的出现让下雨开始动摇了 虽然自己很心疼张美丽和孩子们 但村里的水实在是让他难受 他也知道自己始终是要离开的 第二天下雨找到张美丽 还没等他开口 张美丽神秘兮兮地递给他一杯水 打他一看里面是用橘子皮泡的茶 是张美丽刻意帮他熬制的 这些橘子皮是孩子们从镇上四处捡的 他们希望下雨能够留下 因为山里太需要一名真正的老师了 看着孩子们渴望的眼神 下雨心中百感交集 他最终还是决定留了下来 丈夫和他大吵了一架 扔下行李独自回了北京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学习 下雨告诉张美丽如果有台电脑就好了 上面有每个年级的课程 就算自己走 孩子们也能跟着电脑学习正确的知识 可当听到昂贵的价格后 张美丽的笑容却僵住了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四五千块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想要买台电脑绝非一件容易的事 张美丽找到村长提出了买电脑的事 村长从行政款里挤出了三千 剩下的只能由张美丽自己想办法 第二天张美丽就带着孩子们盛装打扮 他们一边说吉祥话 一边让土大款资助买电脑 结果土大款表面一副阔绰的模样 但却不愿为村里的教育出一分钱 看到张美丽纠缠不休土大款结了 他拿出一瓶白酒 承诺只要张美丽一口气喝光 就答应他买电脑的事 张美丽盯着他眼神十分坚定 他接过酒瓶咕咚咕咚一饮而尽 这一幕看傻了土大款也看傻了下雨 然而张美丽却满脸失笑 为了孩子们这一瓶酒又算得了什么 不久电脑就买回来了 孩子们围着电脑兴奋不如 很快一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下雨的支教生涯接近尾声 他决定带张美丽去北京看看 可张美丽却心疼来回的路费和吃喝问题 下雨让他不要担心 自己已经让老公提前都安排好了 在下雨的一再坚持下张美丽只好同意 离开这天孩子们送上了他们准备的礼物 有家长来的布鞋 有自己家里种的大枣 还有孩子们在石头上课的画像 画上课的正是下雨 孩子们以为张美丽再也不回来 于是送了好酒都不愿回去 他看着下雨说自己不去了 就这样下雨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了北京 孩子们看着车水马龙的大街一脸茫然 下雨带他们坐了电梯逛了商场 孩子们趴在游乐场的铁丝网上 羡慕地看着城里孩子在里面玩耍 这是旁边的男人大手一挥 请孩子们全部进去玩 可前提是听孩子们学驴叫 可以说是学驴叫 这一幕被赶来的张美丽看到 他大声斥责学驴叫的孩子 他问孩子们北京好不好 孩子们说好 北京好 对 吃的好 歪的好 住的好 咱们这个地方有啥 都有啥 他让孩子们回去以后好好学习 将来上北京来上大学 以后就不用每天光吃洋芋种洋芋 把家乡建设的和北京一样 咱们闪力不都是靠咱们吗 你们都是得好上学习 原来这不用 这再也不从洋芋了 说着张美丽就哭了起来 他恨自己没有能力好好教这些孩子们 孩子们也都一言不发默默流着眼泪 晚上下雨带他们来到游泳馆 孩子们吓得站在边上不敢靠近 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水 看着孩子们在水里嘻嘻打骂 一旁的下雨很是欣慰 第二天下雨的老公帮忙 请来了土豆批发商 郭老板也是从黄土高坡走出来的 看着满桌的大鱼大肉 郭老板说自己很怀念家乡的油泼面 张美丽听了起身就要去做面 你只等着 他马上就给你做好一份面 哎呀 我做的面子 你都没有 结果被下雨给拦了回来 回到家张美丽很愧疚 因为村里土豆的事让下雨花了那么多钱 这时下雨的老公走了进来 他掏出五万块的定金交给张美丽 原来郭老板被张美丽的真诚所打斗 表示愿意长期收购村子里的土豆 临别时下雨劝张美丽留在北京 说自己已经帮他找了一份工作 可张美丽却执意要走 那流下泪 这娃咋呗 回到村子张美丽把钱交给村长 村长立刻召开了动员大会 他让村民们把家里最好的土豆都叫到学校去 由张美丽负责统一运到城里 就在所有人的日子越过越好时 意外却发生了 这天张美丽在运送土豆的车上睡着了 可拖拉机在经过火车轨道时却突然抛锚了 眼看火车就要冲过来 慌乱中司机逃走了 张美丽和一车土豆却被撞翻在地 下雨得知消息急忙赶过来探望 张美丽在病床上奄奄一息 回望自己的一生 她什么都没有成功 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们能走出大山 可惜她等不到那一天了 一阵风吹过 张美丽永远地离开了 病床前的下雨泪如雨下 她决定再次回到大山 帮助张美丽完成未完成的梦 为我们呈现了一名乡村教师的光辉形象 她怀着无私的爱坚定的心 在贫穷的小山村为孩子们播种知识 收获那一张张美丽的笑脸 让我们致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